在农历春节期间,凤林镇有两处花海盛开当中 凤林镇的水源地樱花步道,还有凤林溪高滩地的波斯曲花海 镇长林建平表示说,凤林溪花海的绿美化未来会和第九河川分属来合作 重新打造周边环境,也适合游客到凤林赏花建走迎新春 凤林镇公所每年在春节前夕都会举办花海建走活动 凤农地区农会表示,每年与凤林镇公所合作 利用凤林溪的福福地撒波斯菊种子 经过半个多月的生长,目前黄色波斯菊以及百日草已经盛开 我们这次农会已经征公所用心良苦了 把这个活动提前来办理 最主要现在已经是寒假了 再加上过几天就是我们的过年了 这一个活动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嘉宾甚至游子们 还有外来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可以到我们凤林来欣赏 尤其这么多的露宿结合我们的花海 我相信啊,我们所有的嘉宾好朋友来到凤林 一定会热爱上我们凤林 凤林镇公所表示举办五龙游村漫游花海建走活动 花旗预计可以持续到农历年后 邀请游客到凤林赏花 现场也宣导了民众一起来做环保 也发放了许多环保袋 让民众赏花踏青建走还能够做环保 所以说我们跟农会来结合 配合我们在地的农业的业务的推广 我们有花海,我们有建走 那我们也有巴勒坡的一个乐趣 那在凤林举办活动就是第一个 让我们所有凤林的乡亲热情来参与 是一个乡亲的小学性 但是也透过活动的举办 让我们凤林的能见度 让我们花林县,让我们台湾省的人 都能够看见我们凤林之美 这个才是我们做任何的一个构思 举办任何活动 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这个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这里 看到我们农会 所有的同仁们 从整地 播种 除草 到施肥 到今天看到 这个繁花盛开 这个各位可以意识得到 今年的春节 这个我们的这个凤林溪的花海 会成为凤林 这个最亮丽的一个景点 漫游花海出发了 利用平原桥旁的四公顷 扶腹地 分批种植波斯菊 不仅覆盖了以往对河床 高滩地 杂草重生的印象 也让河床增添了许多的色彩 凤林镇除了有美丽的波斯吉花海之外 还有许多著名的客家美食 小吃 伴手礼 欢迎民众趁着农历春节廉价 到凤林走走走春 记者林杰 封林镇采访报道